日前花蓮环保教育数位中心启用 同时在一楼举办了花蓮院景展 花蓮县环保局特别和环保洗衣经补充站的厂商合作 规划在一楼展区启用了无包装洗衣经的补充站 并且在花蓮县辖区之内设置其他的环保补充站 期盼民众可以友善环境自备容器购买洗衣经的同时 做环保也省荷包 9月底启用的花蓮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在一楼同时举办花蓮院景展 处理建置多媒体VR AR等教育推广的设施 还有像这一台智慧环保洗衣经补充站 花蓮县环境保护局特别和无包装洗衣经补充站厂商合作 在展区内亮相 吸引响应环保的民众驻足了解 目前你买到的洗衣经洗洁经都会有塑胶瓶 在家里面瓶瓶罐罐都很多 那我们现在开发这个机器的目的就是说 你以后就可以不用买瓶装的洗衣经产品 就可以直接来我们这个机器装 那装的时候很简单 像我手上拿的这个是牛奶瓶 我就直接放在补充机台 那你对准一下卸料的部分 那你投币 我们从5块钱就可以开始买 一直就是说可以买一公升就是40块 你要买两公升就可以投80块 投完币以后我们直接按绿色就开始就开始添加 按红色可以紧急停止 就说你加到一半你发现说 瓶子倒了 或者说瓶子的容量不够 那我赶快按红色的它就可以停止 那最新的据点是在那个花莲的达卡 还有在我们花莲市区 那最远的部分到那个光复 光复的农会我们也有摆了一台 是这个陆陆续续会依照我们区域的需求 我们会慢慢的增加上来 民众可自备容器购买 费用每公升40元 与市售品相比 除了便宜也多了便利 只要5元就可购买 目前于载内完成设置12站点 鼓励民众自备容器购买 做环保也省荷包 用实际行动友善环境 站点可搜寻FB粉砖 花莲资源回收走透透 或抬速声音席精致会补充占地图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 要帮助 点赞 请不吝点赞 点赞